上星期五晚上,港鐵由金鐘開網尖沙咀站的一輛列車發生縱火案, 導致19人受傷,事件令人傷感。 據悉,縱火男子曾經在2007年因為暴力行為入住醫院, 臨床診斷為妄想症患者。 每當發生傷人或殺人事件, 全部都傾向於著眼疑犯有沒有精神病。 其實是否所有精神病患者都有暴力傾向呢? 妄想症真的這麼恐怖? 今次我們請來精神科專科醫生陳綜謀為大家解答各種疑問。 陳醫生,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說說妄想症有什麼症狀? 在回答你之前,我想藉這個機會向這次不幸的傷者作深切的慰問。 希望他們早日康復。 妄想症的主要症狀是妄想。 妄想一定是一個錯誤的觀念或信念。 無論你怎樣解釋給他聽, 給證據他看,他都不會相信你。 還有跟他的背景、教育背景、宗教背景是完全不配合的。 那些叫妄想。 那其實這些病人是否都有暴力傾向呢? 其實這是錯誤的觀念來的。 各地的研究發覺, 都是精神病病人的暴力傾向不比正常, 或者我們叫沒有精神病人高。 甚至有些人覺得他甚至低一點。 所以我們不要誤會了, 以為有精神病就一定會有暴力傾向。 我們經常聽到有報道說精神病人會傷人。 為甚麼呢? 其實這個跟傳媒的報導都有些關係的。 普通人如果做出一些暴力的事, 那個報導可能的可塑性, 或者被人看的機會不是那麼大。 但如果是有精神病, 這個也會拉到我們那些標籤歧視的作用。 很多時候以為精神病人, 一旦有事幹, 我們說的會逐一點是煲大了。 所以我覺得對他們是不太公道的。 那通常有沒有甚麼導火線, 會引發他們傷人的? 通常就說, 一些暴力傾向在精神病人發生的時候, 通常就有病情惡化。 惡化很多原因, 包括他被不覆診, 不吃藥, 或者受到一些突如其來的外界很大的刺激, 都會令到他失控, 或者做出一些控制不到的行為。 對於今次一些被燒傷的人來說, 尤其是女性, 衝擊很大, 有沒有甚麼建議給他們呢? 是啊, 經過這些突發性的危險的, 可以說是死角翻生的事情, 大概研究法國有8%的男性, 和12%的女性, 會患有一個叫做PTSD, 如果發覺自己不可以處理得到的話, 要盡快找心理學家, 或者精神科醫生去求助。 說到底, 今次只是個別事件, 有精神病不等於有暴力傾向。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的話, 記得給個like我們, 訂閱我的頻道呀! 下次見!